哈囉大家好 我是查爾斯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開箱 我們一起來進入主題吧 來自於 Googee的商品 好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的包呢 我告訴你 無敵可愛 我相信你們應該看完就會尖叫了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你看一看 你看看 啊這個防塵袋的啊 打開來 喔 露出把手囉 哇 你看 來自於Googee 這個是什麼 這是銅裝的配件 就是Googee有分成人的路線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分小朋友的路線 所以接下來查爾斯 今天要介紹的都是Googee的銅裝系列 裡面的小配件 這樣子 你先看到這個托特包上面的圖案 哇 就是小馬 然後呢 這裡有這個 馬蹄鐵 還有馬靴 幸運草 星星 就很有一種 我不知道 美國的那種原優惠的元素 或者什麼的在裡面 然後印在他們這個很經典的 Googee Logo的帆布上面 是不是超讚的 來看一下 它還有背帶喔 然後背帶也是這個 皮革也是綠色的 裡面呢 它配上的是 黃色的 尼龍布的內裡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很可愛 哇哦 我覺得藍色配 不是 黃色配綠色真的是 很漂亮耶 這裡還有個小口袋 那這邊有做這個磁扣 就是你可以把包包扣起來 東西就不會掉出來了 想這樣 那樣背起來的感覺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了 哇 查爾斯背起來 大概在這個地方 欸 我好像也挺適合的耶 是不是 因為這個包包都不是 不是我的 但是呢 我有徵求過 就是包包主人的同意 它可以讓我來拍這個開箱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幸見到這個小包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我後來遇到的故事 好 這是第一顆 然後呢 第二顆 我們就 你知道 就厲害了 第二顆這個就厲害了 看一下 同款 同款 你看這是橘色把手 你猜我們把它拿下來是什麼 這個露出一點點頭 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這是葉子 這一顆是什麼呢 它是翁萊 它是鳳梨 它用好幾片的皮革去組成一個鳳梨 你們有看過那個便條紙啊 就是 呃 好幾張紙 然後把它捲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蘋果的樣子 我覺得它有點像這個圓梨 很像小朋友做勞作的那種 所以它很有同趣耶 你看 哇 你回去的話呢 可能需要把這個鳳梨啊 就是稍微把它定型掰一下 它才會回復到原本的樣子 你看看 它是皮革做的哦 這個葉子也是 是不是很酷啊 哇哦 看一下它的外觀 底部沒有特別做那個 呃 腳丁啦 所以就是 直接放OK 因為它帆布比較不會怕髒 裡面呢 它除了是橘色的皮革之外 還配上了黃色的尼龍做內裡 一樣也有瓷扣 這兩顆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差在說造型跟圖案不一樣之外 還有一個是有背帶 一個沒有背帶 來給大家都看一下 很可愛對不對 我覺得小朋友拿這個太Q了 如果你是媽媽跟女兒一起拿 我覺得那更不得了 那個母女的搭 母女包一起出東就是洗精 所以現在我要介紹另外一顆 就是很適合母女一起的 在這裡 讓我找一下 你也知道東西有一點多 所以 欸 它跑去哪裡 哦 在這裡 我挖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哦 另外一顆你們猜猜 我說的母女的意思就是 它其實也是鳳梨 但是呢 你看 它是小手提的那種水桶 這個不是衛生紙好不好 這個是它為了保護這個皮塊 所以呢 它有一個海綿去做保護 就是廠商的用心 一樣這個鳳梨 需要你把它掰回到原本的位置 它就會比較像一顆圓的鳳梨 可是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哇 一樣 內裡是這樣子的 橘色的皮塊 然後黃色的尼龍內裡 蛤 也有磁扣耶 哦 小朋友如果是女兒 提這一顆上 提這一顆上街 然後媽媽拿這一個出門 你會覺得超級優的嗎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小孩就是 他必須出生就是 出來 從媽媽的XXX 不好說 但是就是生出來之後 他就必須含著什麼 金湯匙好不好 不是金的就是銀的 不然就是鑽石或水晶 Anyway 反正就不是我們這種普通小朋友 含的那種湯匙就對了 哇哦 我覺得超Q的耶 超級Q 如果你把這個鳳梨想像一下 就是它真的是這樣子弄好的話 是不是很讚 欸我覺得都很可愛耶 你看 XR斯現在一次這麼多顆 三顆 其實我後面還有兩顆鳳梨 但是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不想 不想秀給大家看的 一模一樣 總共我拿了五顆這樣子 好你看一下 對然後我剛剛啊 因為拿了五顆 我就去另外一間 就是晃晃這樣 然後要幫朋友問圍巾 結果呢那個問了我之後 然後那個店員就問說 欸啊你裡面能買什麼啊什麼包包 我就說 喔就一些銅裝的包 這樣說是什麼啊 就是他聽到銅裝就有一點 欸 不是普通人會去買的這樣 我就說 喔就是有什麼鳳梨啊 什麼 他說他就這樣 認了一下 他說鳳梨 我說對啊就鳳梨這樣 然後我就稍微拿出來給他看一下 就是鳳梨 他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這個東西有多難拿 就是都沒有了 賣光了 而且你如果不是什麼熟客 或什麼大戶的話 他不會給你 我是不知道這個規則 畢竟這也不是我的東西這樣 他就說 他們賣你 我說嗯就是 就這樣子啊 對然後我就想說 有沒有這麼難拿 有沒有這麼誇張 我承認他很可愛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 不媽媽少女 或者是小朋友的 對所以我不會去留意這個東西 但我真的不得不說就是很可愛 是吧 那他們那個店員就很驚訝 然後就另外一個人想說 欸發生什麼事情 就也來湊熱鬧 他就說 哇那真的很難拿 所以我相信這兩顆鳳梨 還有這個 應該都是很 Limited 限量的那種 然後尤其是鳳梨 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所以頓時我也覺得 哎呦 好像很厲害喔 雖然都不是我的這樣子 好 所以現在大家一定很關心說 銅裝 到底差多少 我告訴你喔 如果一樣的外套 一樣的設計 在銅裝的價錢 大概只要 你在成人的那一個部門的一半 懂嗎 假設我今天這件外套只要一千塊好了 然後銅裝只要一千塊 去掉大人就要變成兩千到兩千五 又依照這個邏輯 所以如果你真的個子比較嬌小的女生 你穿得下銅裝的 拜託 你去估計的銅裝看 你真的是賺到 你真的是全世界最幸運的人 因為你可以用別人一半的價錢 買到銅裝 而且我告訴你 新加坡這個地方的價錢又比 台灣便宜 加上退稅呢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有八五折或八折 這樣子的折扣是不是很誘人 而且他們的東西真的也蠻多的 我不是說台灣的Gucci不好 只是說我們畢竟還是小資主也是要省吃減用 精打細算 所以這樣的包包 如果你來到這邊買 我告訴你價錢是多少錢 差不多就是一萬八上下 還沒有超過兩萬喔 如果你換到成人的那種包包 或什麼 我覺得兩萬你是買不到東西 可能頂多買個皮夾或卡夾 差不多了 但是你要買到一個托特包 我跟你講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所以銅裝是不是很誘人 是不是很可愛 有機會去看一下 我覺得現在啊 各大精品一直出的銅裝都很厲害 包括Dior Fendi 然後Gucci啊什麼的 好多喔 超級多 因為我在金沙的那個Shopping Mall裡面看到 我都覺得 到底什麼樣的家庭 有這樣子幸運的小朋友可以來穿這些 我也很想 但是沒辦法 我不是金湯匙出身的 你羡慕 好吧 是不是 你看一下 兩萬塊以內就可以搞定這樣一個包 你覺得該不該買 很該買 而且我跟你說 這種真的是上班族啊 小 就是 小小的東西 這個一定放得下保溫品 還有遮疊傘 長甲 行動電源 還有你的Lilicoco的化妝品 口紅那些 都放得下 其實這空間真的很大 說實在的 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喜歡這三顆 趕快去找一個有童窗的GOOGIE 或者是什麼的去看一下好不好 拜託 一定要入手 這麼便宜 我都想收了 我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用而已 真的是生氣耶 好啦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怎麼樣 訂閱按讚加分享 可以嗎 如果你有什麼寶貴的意見 也可以在底下跟查爾斯做互動哦 那這一趟的新加坡之旅呢 還有很多的影片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好啦 持續關注查爾斯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